我的車又有狀況了 漏水了 很濕耶 對啊 這邊整個是濕的 一大塊耶 然後還有 這邊發霉了 有耶 有耶 什麼 這邊也有漏 有水也有漏 那代表說裡面這裡是會有水的 很嚴重耶 燈繡的地方滿多的 燈繡 算了啦 就這樣啦 繡就繡了啦 有所謂啦 有再買粉田我就 去%%X 大家和我們要 manten邊走 一起觀看 打打口 又是我的車 我的車又有狀況了 我的車好像可能 疑似也許漏水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的車持有到現在 就是14年到現在十年了 可以遇到的問題呢 我都遇到了啦 像我之前就有那個什麼 后轮轴承 冷气的那个马达 生锈嘛 然后再接上这一次的漏水 生锈这个就算了 你买本田的时候 你就有心意就背了 但是我们这次 今天就是要讲这个漏水的问题 漏水也是fit的毛病啦 好像二代三代都会有 四代不晓得 然后大家今天想说 那这样子漏水大概都漏哪里啊 我告诉你 都有可能 Everywhere 像我们有遇过车友是 它是正价漏的 它也有副驾漏的 还有右前叶子板漏的 它会从这边然后从这里进来 还有还有这种 从后面漏的啦 然后水切漏的啦 都有啦 那我为什么会发现我的车漏水呢 我有一次把我的包包放在地上 然后回家的时候拿起来 我想说奇怪 为什么我的包包 打起来 就连里面的东西 打开里面的东西最底下都撕掉 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多想 我那时候就觉得应该还好 后来过了几天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车 有一股霉味 我就觉得一定有东西漏水 肯定有 但是一个身为本田车主的一个自觉 雷达就突然有状况了 然后就给我找到了这个 我开门之后就觉得 这也是貌似也像霉菌喔 这是脏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是霉 它是一点一点 它不像脏 然后再也就是 有的时候开 下雨天开后车门之后 这门槛会是湿的 于是乎 我就找到这一个 有看到水吗 有油油耶 欸很湿耶 对啊 我把踏电拉出来给你看 这边整个是湿的 这一大块耶 然后这边 左边也有 然后现在拍不出来 可是里面其实 有没有 它真的是湿的 湿露露 然后还有 这边发霉了 因为它现在 它的电整个在底下 就是闷住啊 然后整个湿气很重啊 发霉 你这个到底从哪边露的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做过隔音对不对 它有依附原厂 去打一个新的形状嘛 所以我们并没有觉得 是胶条的问题 所以我在猜有可能门板 可是 记不记我们门板也有做隔音 然后它是不是应该 照理都封死 所以应该也不太可能会有 门板漏水的问题 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还是要回去求助进化论 还是找专业的 还是找专业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找 比如说别的抓漏的好了 那他帮我抓漏 他也许就是这个拆那个拆 可能会把隔音拆 就是拆掉嘛 或弄坏掉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就一样 回到这个服务店家 问看看有什么状况 那如果他有这个 这个资源的话 也许会获得一些帮助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 要下台中了 是我们要下台中了 所以 出发出发出发 OK 我们现在到进化论这边了 那我们就欢迎进化论的 郁城 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喔 就是你姓雷吗 姓郁城 你 所以你不是雷郁城 不是不是 哦哈哈哈 你好我是雷郁城 我在这边街头摄影 那你觉得目前这一块的话 应该要针对什么样的角度 去做出力会比较好 其实漏水的话 第一时间我们就是要去抓漏嘛 对 抓漏的话 看哪一个部分 他漏水最多 那我们就去直接从那个门去看他 是不是缝隙有问题 或者是堵住啊 派水控堵住 我觉得最严重是诱后门 还是我们要不要就 等一下直接先从诱后门开始抓漏看看 直接冲水这样子 模拟下雨的感觉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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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请同事直接开始冲这样 好的 同事怎么称呼 小胖 小胖吗 不是小胖不是 你们到底有请小胖 你们冲水他吗 大胖 哦 太过分了吧 快雨晨 雨晨你这样子 他很失望 想不到是这种 挺狠的哦 好 哦 好凉哦 像这里已经开始在滴了 真的 真的耶 因为这边不是沖水的地方吗 对 所以它里面是白金 还是在滴水的 有水耶 那代表说里面这里是会有水的 这边缝隙在滴 那就代表说里面有几水起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 就是门摆拆下来的时候 是看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地方 我们再去进屏的那边一起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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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很多耶 那很严重耶 那边也有 对啊 很严重耶 果然是这样 Oh my god 你前门会吗 前门好像 要不要这边吃 好啊 试一下好了 因为我不确定是雨傘还是 哎呦耶 什么 这边也有肉 有耶 难怪我会觉得那边 为什么会有过敏的水痕呢 前门好像比较少 对 真的 后面那一个的话 对 好 好的 那我们 要拆了 就交给你们拆了 那就麻烦你们了 谢谢 谢谢 这样就是我们已经把门板都拆下来了嘛 然后再去重新淋水测试看看 到底是哪个孔洞或者是哪个缝隙有在流水 那刚测试下来的话是喇叭这边它会渗水 然后还有这个洞 然后还有这边这个洞 对 那再上方一点的其实是还好 靠车室内这边的壁 它流水下来然后经过孔洞这样流出来 不是像淹水淹起来然后到这个孔洞才流出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像我们这样正常排水的状况之下 它的水量不应该是这么大 这么不大 因为它的这个公差 它这个洞很大一点 这样算很关 对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用我们的胶条 把这一条先把它封起来 哦 封起来之后 窗户关起来之后再用水 搞不好连水到没有 它的水流的方向被改变了 它没有从这边连 沿着外面的壁 对 原本有水漏出来的都没有了 外屏那边过去 流过去了 现在就是要把它搓成塘料了 对 然后在这个喇叭周边 哦这是原本的 对这是原本的 在周边的 它按针干掉 哦 所以这个按针 哦 ok ok 刚刚有请我们小胖再淋一厕所 然后下面是已经完全没有在出水出来了 就是早上看到那个喇叭位置有出水 喇叭位置也有出水 那刚拎完水之后的测试是没有在泡水出来 哦 哦 那我们就是发现说水线这边它是有缝隙的 跟锅里面是有缝隙的 就再去买原厂来的那个水线 再来要去更换这样子 ok 那第二个问题点就是喇叭这边 它的螺丝它只有锁上面 它下面是没有螺丝 它是卡扣的 卡扣下去锁螺丝 它中间下面这里也有缝隙 所以水就会从那边流出来 我们就有买舌胶 去黏在喇叭周围 再把它缩位回去 就等于说舌胶把那个缝隙把它填补起来 那这样子锁回去之后 它是没有缝隙可以保水出来 喇叭这边的问题就解决了 孔洞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会在卡扣上面去绕一圈舌胶 尽量让板筋跟卡扣中间是不会有缝隙 哦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博星 李宗盛 終於 我們這樣用了大概一個禮拜喔 對啊 一個禮拜 那我們先訪問一下這個進化論的阿布 我們實際上今天大概做了哪一些東西呢 這邊從漏水的這個水切的部分來說 所以其實我漏水原因是因為水切喔 對 因為它水切老化了 它膠條硬化 所以它跟窗戶沒有很密合 導致它進水量很大 等於我的門板裡面就一直在灌水就對了 對 裡面的部分 因為本來有受草 那我們就把隔音的材料把它更新了 所以它也有進水對不對 也是有泡到 對 還蠻濕的 對 那還有什麼你們拆掉之後才發現說 這邊也有 結果這裡也有問題的 有嗎 會發現生鏽的地方蠻多的 尤其是那個卡扣的部分 對 那我們就用舌膠稍微把它包起來 讓水不要再接觸到空氣 對 你們看過很多車來說 你會看到它這樣有生鏽的狀況嗎 其實我沒看過 欸 真的假的 鏽款的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但是這台稍微比較嚴重一點 我都高10度這樣 對 好慘喔 好慘喔 算啦 就這樣啦 秀就秀了啦 有所謂啦 對 因為當時第一道就是做車渴啦 我車渴那時候就有先做過了 整個重烤嘛 出秀 對啊 結果還是一樣 你看 沒有用啊 沒有啦 本天沒有啦 沒有啦 你再怎麼做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做 這個潑水測試了 好 沒關係 有信心喔 有 我隨便亂衝都可以喔 隨便衝 信心滿滿喔 模擬下雨天的感覺 所以重災區 右後門 等一下衝久一點 颱風天 大美雨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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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號門 好 有 上 啊 再喝一分鐘 最後二十五秒 沖完這個十分鐘 我們來開門看一下 我們先從重災區 右後門進來 來唷 地墊是乾的喔 耶 用手摸摸看 摸摸看 哇 哇 有微的乾燥的觸感 而且是不是車上就沒有沒味道 也太讚了吧 舒服 哎唷 哦 哎唷真的耶 哎唷 你看到 這邊哎唷 你都沒有耶 因為你都是乾的 還看得到黑黑的就知道沒有水 它有順利的從這裡排水 這裡才在滴 它不能是在這個位置滴 對 它是應該要再往下這邊 這樣才正常 因為它門關起來 它才會倒水出來 沒錯 才不會進到車子裡面 對 然後原本的問題就是 它就是這邊 就看你尿尿 然後這邊看你尿尿 前門有有有 一點點 有沒有門檻 是乾的 真的 很乾耶 將將 乾的 乾的 有沒有 爬雞爬雞 有沒有 讚喔 登了 很明顯水從這裡出去 這邊是濕的 對 對 然後這應該也是開門滴下來了 底墊 最可怕的地墊 哇 乾的耶 哇 哇 哇 這裡也是乾的耶 哇 這裡也是乾的耶 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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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的啦 這邊就是乾的 乾的 而且我們這樣沖水實驗十分鐘之後 驗收完都沒有任何的漏水的問題 耶 恭喜了 終於解決這個頭痛的漏水問題了 在這邊就是 也順便幫這個進化論這邊 跟大家呼籲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會回來 是因為我們有做過 整個室內的全車隔音啦 所以第一時間才來先找他們 求救支援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 沒有在幫人家做這個的 然後不要跑來就說老闆會漏水耶 不不不 人家做隔音的 汽車隔音有看到嗎 你等下我們走資的時候 在上面用麥克筆斜 欸 抓肉 抓 那要用紅色的 對對對 然後電話號碼 對對對 你竟敢用我發明的咒語 對付我波特 那剛剛老闆也有說 他也問過考騎場的師傅啊 他就說 本田的生鏽的問題 他真的是就是 從裡面鏽出來的 他跟我們一般想像的生鏽 是從外面鏽進來不太一樣 他就是可能是金屬啊 或是他製作過程這種 很多的因素下 所以他情況比較棘手 是 問一下大家 你是幾代的本田車駐 你是二代還是跟我一樣是三代 或是三點五還是四代 你有這樣的慘痛 有生鏽有漏水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互相取暖一下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看小鈴鐺 還有記得加入會員頻道喔 我們會員有分三個等級 那兵團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會員影片 那如果是特工騎士團以上的話 就可以加我們的LINE去 騎士團最大的差別就是 可以參與我們的企劃討論 加入滿三個月到六個月 都會有不定期的一些優惠更新 就是比如說會有洗車的優惠 或者是有貼模的優惠喔 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囉 我是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再買本田我就姓領 嗯 欸 欸 我就姓領嗎 啊